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亞德耶莫在一份聲明中提到 正在審視特朗普總統時期的對華貿易政策 同時他也提到在未來的數年制裁仍是有力的政策工具 第二宗消息在4月16日 日本首相菅義偉將會與拜登會議 根據日經亞洲評論的報導所說 這次會議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關於半導體 美方將會尋求日本限制對中國出口半導體的原材料 此外美日雙方也打算另外組成一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減少對台灣的依賴 以及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美國財政部那篇聲明是怎樣說的 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強調制裁仍然是一個有效的工具 這篇聲明當中提到 副財長亞德耶莫是接見了一些學者和制裁的專家 他們全部都肯定了 美國的制裁是作為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副財長亞德耶莫就說 制裁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 仍然是一種強而有力和有價值的工具 在對各項計劃進行評估的時候 至關重要的就是要確保得到 在今後幾年當中 制裁仍然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可行方案 在這篇聲明當中 其實沒有特別提及到針對哪一個國家的制裁手段 反正只是強調制裁在往後幾年 仍然是相當重要的工具 至於第二個重點就是 拜登政府已經開始審視著 特朗普總統時期有關於對華的貿易政策 以及當時他廣泛使用的金融和經濟手段 那當然 究竟審視完之後的結果是怎樣 大概也是猜得到的 就是消規曹徐 總之特朗普和蓬佩奧執行的政策 就算現在換了拜登上去 他是否願意也好 其實他也很難完全推翻得完 在拜登上任之前 他曾經揚言 說上任之後 他就會撤銷特朗普總統時期 對中國所徵收的懲罰性關稅 但是到他上任之初 他就開始在取態上顯得模糊 說短期之內不會 諸如此類 後來他就提名了戴琪 作為美國貿易代表 在參議院內98票贊成 即是這個人是相當強硬 如果不是共和黨也不會支持 好了 到他真的上任貿易代表以後 他所做的第一個訪問 就是有提及到對華關稅的問題 戴琪就說 他聽到有些人說 請趕快取消對華關稅 但是戴琪就認為 突然間取消對華關稅 可能會傷害到美國的經濟 接著他說這句話非常重要 他說為何不願意在這個時刻取消關稅 因為談判的人通常都不會自願放棄籌碼 即是下閘了 他也說出口說對華關稅是一個籌碼 就算拜登的個人想法是怎樣也好 他完全沒有辦法凌駕得到整個國家的利益 因為不可能因為他自己的一己意願 放棄籌碼 大家就會看到 拜登在上任初期的頭兩個月 其實他就很努力地嘗試擺脫特朗普和蓬佩奧的施政色彩和風格 包括推翻了不少特朗普總統時期的行政命令 諸如此類 什麼孔子學院那些 他曾經是推翻過的 但是 說到最重要的核心範疇 比如說對華貿易政策 或者是對中國科技行業所實施的一些限制措施 其實他根本上都是一籌莫展的 他想推翻 他想改變 都是改變不了的 因為不是說他一個人說了事 之前大陸有些人還憧憬一件事 就是說 當拜登上任之後 特朗普下台了 到時 這個對華關稅問題 就很快 得以解決了 能夠撤銷了 現在看起來 其實就是吃炸糊居多了 因為美國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意思 另外 這位副裁長阿德耶莫就說 制裁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手段 大家也看到了 面對著緬甸的局勢 美國又真的採取了很多 針對緬甸軍政府的制裁措施 包括 凍結了軍政府在美國的資產 對官員實施一些個人的制裁措施等等 但顯然這些制裁措施 是改變不了緬甸的局勢的 其實在網絡上也有不少的聲音質疑 拜登上任第一天的時候 已經馬上出兵敘利亞 當時很多人質問一件事就是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要出兵敘利亞搞哪一科 現在面對著緬甸的局勢 原來純粹是採取阿德耶莫口中強而有力的措施 但也改變不了什麼 你制裁他就讓你制裁 你凍結他就讓你凍結 他當然是很肉赤 他的肉赤就報復在當地人民身上 到底拜登還會做什麼呢 除了發篇聲明說 the world is watching 除了看之外 看完之後又怎樣呢 現在緬甸方面就說要斷網了 所有流動電話的網絡沒有得上網了 只是顧網有得上 問題就是顧網在當地極為不普及 即是大部分人都沒有得上網了 沒有得上網有什麼問題呢 除了當地的人沒有辦法互聯溝通之外 還使當地的真實情況 沒有辦法再次在國際社會間呈現出來 大家有上Twitter也有看到 那些畫面有多麼血腥和恐怖 好了 現在看了一個多月 大概什麼都看清楚了吧 除了執行這些強而有力的措施之外 還有什麼回應呢 如果沒有的時候 難免會令到全球有很多人都大跌眼鏡 因為你一方面去出兵敘利亞 不知道搞什麼 另一方面 面對著緬甸的悲劇 原來他只有體字 我真的不知道這位三軍司令 如何來判斷事物 可能他認為 敘利亞的形勢比緬甸更危急 我就不認識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另一宗消息 在4月16日 日本首相菅義偉將會到美國和拜登會面 日經亞洲評論 就得知 美國和日本到期時 將會達成半導體供應鏈的協議 另外 美國也打算尋求和日本合作 限制對中國出口半導體的材料 報導提到 預計在會上 美日雙方將會確立 打造一條不包括大陸和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 確保風險得以分散 以及建立一個強健的供應網絡的重要性 美國也可能會尋求日本合作 限制對大陸出口半導體生產材料和相關設備 其實日本之前 一直都沒有對中國 在半導體行業或科技行業 採取任何限制措施 純粹是當時特朗普總統在搞這科技 其實拜登現在根本就是一尾死根爛根 在他上台之前和上台的初期 都談到特朗普總統的政策是一文不值 到他做得差不多的時候 他又是要跟 根本上他都沒有辦法 他提出來的東西根本就是不行 所以現在他不僅是繼承了特朗普的政治遺產 而且還在他的政治遺產之上 進一步推展 找日本合作 當然這是日經的報導所說 到其實真實會怎麼合作 到4月中的時候才知道 但是這篇報導講到 說美日想打造一條 不包括大陸和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 其實是很合理的 而且現在都已經在推展相關工作了 第一就是拜登已經宣佈了 說要有一個所謂兩萬億的大基建計劃 其中五百億的美元 就是要來發展半導體行業 錢就大把了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人才和技術呢? 在去年台積電曾經宣佈過 說將會在亞利桑拿州開設一家的晶圓廠 耗資是一百二十億美元 當然美國方面會有些傾傲給他 當時就是特朗普總統時期 倒回來的一件事 但現在看來不僅是開一家那麼少 因為台積電剛剛才宣佈了 他們會在三年之內 耗資一千億美元 在全球不同的地方設廠 不過沒有說明去哪裡 但是之前有些外媒都放過風聲出來 就說台積電打算去美國設立六家晶圓廠 就不是之前所說的一家 如果一家晶圓廠要耗資百二億 如果他真的開六家晶圓廠 其實都是差不多一千億 因為他還要請很大批的人才 其實台積電這個舉動 無非都是要分散地緣政治的風險 因為大陸方面 所謂武統台灣的呼聲越來越大 到底會不會威脅到台灣的安全 無論如何 一旦出現突發情況的時候 肯定會影響到生產流程和供應 所以台積電去美國開廠 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 因為那間廠房是死的 但技術和人才是生的 只要繼續擁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去哪裏開廠都是一樣的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